纪录片为西藏斗争 刚刚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进行了小范围放映 该片不仅反映了藏民族在文化与宗教传承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还揭露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水资源的开采利用背后的经济利益 该纪录片介绍 中国政府近年来大肆开发西藏的水资源 在流入南亚和东南亚的河流上修建水坝 为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和大城市提供电力和饮用水 目前全世界的大坝有一半建在中国 而其中大部分都在西藏 这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又严重影响了下游国家的用水问题 一位水利问题专家在影片中称 如果这一问题不予解决甚至会引起战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副主任任清塔西在看完影片后说 你要照顾到这个西藏高原本身的生态 你还要考虑到周边的那些国家 比如东南亚的那些国家 还有南亚的那些国家 还有这样做的话 能不能给中国带来好处 刚才在咱们瓶子里看到 有些这个洪水啊地震啊 确实都有跟这个 就是做大坝啊 不合理的水利用水这样都有关了 不久前 美国国会举行了水资源的地缘政治威胁听证 重点讨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争夺水资源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 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共享水资源的协议 但中国不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 马泰奥梅卡奇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主席 他指出 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只是顾及了眼前的利益 并没有做长远的考虑 他们想通过强制实施一些规则 来向其他国家展示自己更强大 对于他们来说 这也是为了赢得自己国家人民的支持 但他们并不从长远考虑 而只考虑短期的利益 比如你能创造更多的就业 你有更多的资源 你有更多的饮用水 可以提供给北京 上海 让那里的人更高兴 但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府 你也得考虑 你的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所以如果有的国家的人民 会因为你的政策而遭殃 并有可能与你发生冲突 你应该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马泰奥认为 除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之外 西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藏文化的传承 西藏人在艰难地生存着 他们在努力保留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传统 以及避免被其他民族同化 任清塔西认为 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汉华教育 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极大影响 大部分的学校在西藏就用中文汉语建 所以西藏自己的藏文化或者藏语文就慢慢地就这么说 好多年轻人不会见了 在中国政府或者是这个学校里 经常就是在上课时就是说是 你们赞人怎么怎么落后 就这样的话 这些学生和年轻人的心理自然产生一种自闭感 所以他们也想 我们这样做的话确实有点 怎么说呢 不像做这种人了 任清塔西对藏文化的传承表示担忧 他说汉华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校园之外 比如说你是大专或者大学别了 回到家乡 在那99%的是赞人 但你要找工作 你必须要懂汉语 如果你不懂汉语和汉文 汉文水平比较差 那么人家就教你是没有文化 藏文再好也是没有文化的人 这样一来的话 一个民族就在卖亡 这就是比较大大的 马泰奥特认为 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最终并不会成功 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环境下 有汉人 藏族人 维族人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你必须得让各个民族 能够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 通过同化来达到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方法 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成功过 前苏联尝试过 其他国家也尝试过 但最终都没有用 也许这种情况可以保持十年二十年 或者一个世纪 但是最终这些人的民族本性 又会重新出现 这部影片显示 西藏正处于挣扎之中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的领导人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换起更多的人来关心西藏 争取改变西藏的现状 原浅送出改变西藏的现状